美国股指周一7月26日从记录高位回落 因为中国本土上市的企业因内地监管收紧而暴跌 标志着这一周密集的科技财报和美联储会议开局不利 党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盘是下跌5.69点0.02% 至35,055.86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开盘下跌2.21点0.05% 报4,409.58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开盘是下跌15.96点0.11% 报14,821.03点